爱爱到一半 女友发现男友竟有三颗蛋蛋 台湾有一对情侣正在炒饭的时候 竟然发现了令人惊异的事情 放心绝对不是偷吃 而是男方竟然有第三颗稿丸 台湾的亚洲大学附属医院 男性功能中心科主任邱宏杰 向ET2DAY分享了这起罕见的病例 这名30岁男子前来就医 坦承自己有三颗稿丸 这位病人向邱医生表示 他的第三颗稿丸并没有造成疼痛或是搔痒 他自己原本都没有发现 看诊时邱医生发现男子右边的阴囊 有一颗蛋型突出物 就在稿丸的上方 经过长一波和核磁共振的扫描发现 肿块其实是颗囊肿 幸好它只是个良性肿瘤 但邱医生仍担心这种肿瘤若是长大 会压迫到经锁 进而损害稿丸 经过讨论后 病人同意动手术切除这块囊肿 直径5公分的囊肿 现在已经成功被取出 邱医生确诊这是假瘤 假瘤相当罕见 治病原因不明 但若病人的肿瘤是恶性的话 他的右边睾丸和经锁 恐怕都得被切除 邱医生同时也建议 男性朋友们要自己做身体的处诊 及早发现问题及早治疗 而目前为止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正在研究此病例